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都说迪丽热巴不上镜?看到这组没修过的生徒,我信了。 难怪网友都说,迪丽热巴的这张脸真的让他吃了不少亏,明明本人是顶级美人,但一上镜就莫颜值,真的太可惜了,还好他的气质足够好。 其实大部分人在镜头中面部都会产生一些畸变,比如很多人明明很瘦,但一上镜就容易显胖。 而迪丽热巴的镜头表现力已经非常逆天了,即使是无修活动生徒依旧美得令人惊艳。 本期时尚穿搭,我们就从迪丽热巴这套温婉大方的贵千斤造型入手,为你全方位解析它的造型思路。 学会这些实用技巧,你也可以在这个秋冬搭配出优雅显气质的高级造型。 温婉贵千斤造型时尚解析。 迪丽热巴不仅是内宇顶级的浓颜系美人,她的造型设计也带着满满的巧思,几乎每次新出的造型都能够掀起一股模仿风潮。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,穿搭的衣品和美商要比颜值更加重要。 而这次迪丽热巴再次因为这套温婉甜美的千斤造型美出了圈,这套造型的设计思路非常秋冬,整体风格表现出了秋冬的清熟感,并且还非常巧妙地融入了少女感元素,从而上身后更加减零温柔。 搭配高级感摆搭造型需要注意的重点。 配色简约大方,摆搭还优雅。 想要塑造鲜明的造型风格,首先需要确定配色方案。 因为色彩对于视觉有最直接的冲击效果,只要配色搭配得当,就可以很好的平衡肤色、身材与日常搭配场景,从而让你的造型更显高级。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,配色在造型设计中是最复杂的,因为它需要综合考虑的元素太多。 而且需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搭配,对于造型小白来说不太友好。 但其实,想要快速搭配出一套摆搭有显气质的配色,也是非常容易的。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造型经典色,并且保持整体造型的风格简约。 在色系选择上,我们可以首选经典百搭的黑白灰,这种色系对于肤色、身材的包容度都很大,而且几乎可以适配任何穿搭场景。 除此之外,我们还要控制整套造型的色彩数量,单套造型配色不宜超过三种。 越简单的色彩包容性越高,也就越容易凸显出高级感。 如何轻松搭配出温婉高级的贵千斤造型? 搭配具有少女感设计的时尚单品。 秋冬季的季节氛围感是清熟感十足的知性风,但如果一味追求知性优雅,会容易让造型的偏向性过强,搭配出的造型会很显老。 我们可以在造型单品中融入一些具有少女感的设计,比如辨识度很高的泡泡秀、竖腰线,以及一些碎花扎花的设计都很显温柔。 除此之外,适当提升造型的陆肤度,也会让你的造型更显大方优雅。 但秋冬季的陆肤设计要更加谨慎,不仅需要将陆肤面积适当收缩,还可以将陆肤的位置重点放在肩颈和四肢上,这样可以更好的表现身材的线条感,更凸显女性气质。 提升腰线,修饰身材比例。 小个子女生在秋冬季节搭配单品的时候,一定要切记过于厚重地叠穿和堆砌。 这样会容易让你的造型显得臃肿,从而压身高,影响整体的身材比例。 我们可以搭配一些高腰设计的单品,想要温婉就选高腰收腰设计的连衣裙,想要更加职场潇洒,搭配高腰西装裤也很有气质。 搭配中式柜气感妆容,明艳动人。 迪丽热巴的中式柜气感妆容真的水化水美,因为这种风格的妆容非常修饰脸型,不仅可以让你的五官更加立体,还会让你自带氛围感,更显明艳动人。 而中式柜气感妆容需要注意的重点只有两个,首先是保持底妆的哑光自然,其次就是营造红唇黑发的强烈对比度。 只要做到以上两点,你也可以轻松化身明艳氛围感美人。 别再揪着明星的镜头表现力不放了,真正的气质和美式镜头的畸变隐藏不了的。 颜值并不是绝对的正义,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帝权利。 迪丽热巴真正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,自信是最强大的气质。 如果你想在这个秋冬营造出与众不同的高级气质,不妨在它的造型中借鉴一些思路,你也可以轻松美出圈。 仗最新出炉的娱乐硬核大餐。 随着时代进步,现在人们对于演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 颜值已经不是必需品,只要能将角色演绎到位,那么对于大家来说,就是一位出色的演员,值得大家追捧。 在娱乐圈中,演员塑造角色非常困难,除了自身特点要符合角色,还要将自己带入进去,为观众呈现精彩绝伦的作品。 正是因为角色的不同,才有了娱乐圈不同类别的演员,那时因为有些角色是他们不能替代的。 娱乐圈就有很多演员,从出道到被大家熟知,一直都是一个类型。 早就将自己定型,没有可塑性,也因此戏路越来越窄。 迪丽热巴大家都很熟悉,最近几年娱乐圈比较火热的明星,不管是综艺还是影视作品,都有她的身影。 热巴一直给大家一种软萌可爱,娇气秀美的感觉。 以至于找她拍戏的导演,大多让她饰演这类型的角色。 确实,热巴最近这段时间的作品,基本都是性格比较可爱,或者温柔的大众形象。 以至于大家都认为,热巴只能适合这样的角色,像武则天那样霸气的人物,热巴是饰演不了的。 大家都知道,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女皇,也正因此,很多导演都拍摄过关于她的作品。 因为作品繁多,娱乐圈的女演员很多都饰演过这个人物,因为气质不同,对角色认知不同,以至于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武则天也是不一样的。 作为比较热门的演员,热巴也被大家带入过武则天这个角色,有些网友认为,热巴这样娇气的形象,饰演不了武则天的。 但是当她定装罩曝光之后,网友们纷纷改变看法,有一种膜拜的感觉。 从曝光的定装罩上我们可以看出,热巴本身的气质就很迷人,有一种抑郁时尚的感觉,这样的武则天给人的感觉非常惊艳。 精致的武官,高贵的气质,简直就是从皇宫里走出来的人物,快快收下大家的膝盖。 真是想不到迪丽热巴的可塑性这么强,什么角色都能胜任,简直演什么像什么,瞬间惊艳全场。 这样的形象和气质,加上热巴精彩的演技,可能将将武则天这个人物表现出来,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作品。 在荧幕面前,热巴总是给人一种高冷的感觉,但其实她非常的傻白甜。 生活中和荧幕上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环境,当然会有不一样的状态,但是不可否认现在热巴的流量。 热巴一直都是很努力的女孩子,在娱乐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非常不容易。 现在的她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,在娱乐圈占有一席之地,得到了大家认可与肯定。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热巴还会有所提升,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作品。